以前的你啦 跟现在的你觉得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特别是进入了演艺圈 然后再看你的作品也很多 那有一些也是得奖无数的一些 就觉得说 真的美郑姐每次看到她 都是笑嘻嘻嘻哈哈的这样子 可是我们知道 做演员的这份工作 是多么内耗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 你要懂得接触人生 接触生活 那其实你看我每次往外跑 其实是 not only to recharge我的energy 然后就是去接近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习俗 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环境 给你新的灵感 这是我常做的东西 以前你就看得这么透的吗 可能是到了三十钟以上吧 三十钟以上的时候觉得 我接下来的生活要怎样 我能在演艺圈给予我的戏 怎么样的一个进步 所以就慢慢觉得 其实要观察人生 对演员来说是很重要的 要懂得去享受人生 要懂得观察 要懂得看 因为人家讲啊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演的每一个角色 都会对某些人起共鸣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从你入行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演员培训班嘛 对吧 然后之后陆陆续续都有戏演 然后很年轻的 就拿了这个红星大奖 女主角奖 那时候会不会有一段时间 觉得说 有那个主角光环 你现在回看的时候 有这个阶段 你觉得说 为什么那时候 我会做这样的决定呢 还是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人生的看法 我觉得每一段 人生的旅程上 它有让你去学习 我那个时候 其实很害怕 也觉得单单不起 因为真的是因为 踢光头 还是因为我的演技 而得到这个奖 那时候出路那部戏吗 对 所以后来 我跟我自己讲 我一定要在演绎这块呢 把它做好 去proof给我自己说 我是值得这个 这样做的 为什么那时候 有这方面的声音 是听到人家说吗 还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也有周边 也是有人说 啊 他是不是因为踢光头 什么 我觉得很不服啊 我真的是因为踢光头 拿这个奖吗 我觉得不是 那从那边 我就跟我自己说 要发奋图强 自己的戏一定要演好 自己这块东西 一定要把它搞好 在不同的年代 像你说的 Evolve者者的时候 不同的蜕变者的时候 你怎么看待一些 可能新生代的演员 或者是 不一定是演员 but then 它是某程度上 它是一个performance来的 无论那个platform 无论是电视台也好啊 在电视台里面的 电视剧 电影 甚至是可能自己的 一些social media的platform 你怎么看不一样的 这些所谓的term 我觉得现在 网际网络 会让东西 changes很快 它的耐度不长 我有曾经看过 有些 总觉得他 不错的一个演员 可能他拍了一部戏 很红很红 接下来要怎么 去呈现一个 更好的作品 或者演一个 更好的角色 就很难去碰到了 所以我觉得 你自己在 在branding这方面 你要知道你的authenticity 你的自己 喜欢的东西 你要散发出 怎样给观众 跟你之间的 那个距离感 有共鸣 比如说 很多人都有 IG啦 TikTok啦 这些 我每天看的东西 都是要不然 就是很好笑啦 要不然就是 丑化自己 去帮人家开心 那到底你是在 你的branding方面 是为了什么 为了content creator as a comedian 把你这条路 要走得多长多远 还是你要做一些 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就由你自己去做决定